因退散被虎娃为是封杀,因抛弃漂亮妻子被趁渣男,如今成这样如今时代发展得越来越快了,所以大家追求精神上面的满足也是越来越多了。 在繁忙的工作中大家会选择很多解压的方法,比如理由,运动等等,但是这些都不如身边有一个人陪伴着自己,但是寻找自己的另一半却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。 有些人虽然结婚了,也有了两个人爱情的结晶,但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婚,只因为他找到更加适合自己的另一半。 今天八卦要给大家,说的这一辈就是孙楠了,其实大家对于孙楠并不陌生,特别是因为他退散被湖南为是封杀的事情,不过他的很多歌都是大家会唱的,比如净土缘分的天空等等,要说孙楠的成名之路还是挺辛苦的。 而他有了名气是在他和买红妹结婚之后,当时买红妹其实已经有了名气了,而那个时候的孙楠并没有什么名气,但是买红妹却丝毫不后悔选择孙楠。 据说当时孙楠没有钱,两人结婚的钻戒都是买红妹出钱的,而买红妹说他买的是镶了一颗很小的钻戒,而孙楠的钻戒则是镶了一圈,两人结婚的当天,孙楠还因为有活动参加不了婚礼。 但是买红妹依旧没有抱怨什么,因为买红妹觉得他这样做是值得,要说买红妹当初有多么幸福,从他上节目说起这段往事的时候,脸上的表情就能够看出,那个时候他是骄傲的,两人结婚后也有了两个孩子,买红妹也放下了自己的事业,专心的在家庭中陪伴孩子。 孙楠的名气也是越来越大,特别是因为冯小刚的电影《不见不散》的主题曲之后,孙楠的名气就更大了,但是之后两人便越走越远了,可能是因为工作的问题吧,用孙楠的话说,就是两人之间产生了距离,所以最后就选择了离婚。 也有人说,是因为孙楠遇到了潘妹,才抛弃了买红妹的,据说买红妹当时是非常伤心的,而且还跑到海边大哭,之后孙楠也变成了大家口中的渣男了。 不过两人离婚之后,关系却非常好,买红妹虽然没有再选择另一半,但是却在家安心的陪伴自己的孩子,而当时潘妹其实是有一个女儿的。 不过之后孙楠和潘妹两个人,又生下了一个女儿,要说这也是潘妹的第三次结婚了,不过这一次她也追求到了自己的幸福。 虽然潘妹的年纪比孙楠大一岁,但是两人的感情却非常好,经常一起旅游,从他们删出的照片中,可以看出两人还是很有夫妻向的。 孙楠和前妻的关系是真的非常好,两家人经常在一起玩,而孙楠的儿子和女儿长得非常像他,圆圆的脸,小眼睛,就连潘妹生下来的女儿也是和他非常像。 不得不感叹孙楠的遗传基因是非常强大的,三个小孩都和他长得那么像,完美,也没有遗传到妻子的相貌。 不过外貌像,不知道了有没有遗传到孙楠的音乐细胞,毕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 在一起玩,不过外貌像,不过外貌的转发非常像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